中国疾控中心昨晚通报黄金大米事件的调查进展称 其直属单位都没有批准和参与有关黄金大米的研究 相关论文所述的研究内容也没有按规定提交卫生部 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和卫生部审批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食品所研究员殷石安及论文第三作者 在接受调查时前后说法不一已被停止调查 中国疾控中心还要求论文作者汤光文 提供论文相关材料和详细实施过程说明 今年8月美国一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提到2008年 湖南一所学校几十名儿童参与试吃转基因黄金大米 引发了持续的关注